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5月8号 唐吉田 刘世辉 刘魏国等中国大陆的律师 也发表联署声明 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 因为参与六四研讨会而遭刑拘的人士 并呼吁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寻衅滋事罪的指控进行违宪审查 目前的参与联署的律师已经达到100人 就在几天前 中国大陆的活动人士 因为参加一个纪念六四的家庭聚会 而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 浙江省杭州市渔航区中泰乡的村民 抵制修建垃圾焚烧场的示威活动 已经延续两个星期 5月8号 抗议人数突破3万人 杭州2号省道被堵 交通完全瘫痪 当局是出动了大批的警察 到场戒备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到场视察的区委会书记 见人多视众 于是就试图要逃脱 但是被村民抓回 围困到深夜 渔航区政府准备在中泰乡 修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场 日烧3000吨的垃圾 这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 居民的抗议活动从4月26号延续至今 据法新社5月9号的报道 美国好莱坞影片诺亚方舟 在中国大陆遭到禁演 北京当局没有说明禁止诺亚方舟上演的原因 不过中国大陆的业内人士说 影片为过程的原因比较复杂 可能是和宗教题材有关 好莱坞报道也说 这是中共对宗教内容的限制 诺亚方舟是由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 根据《圣经故事》拍摄的 自3月28号在北美地区上映以来 陆续在全球的多个国家还有地区 累计票房收入为3.3亿美元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